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为什么也要面对 许多的患难羞辱呢 更多后出第六章 给了我们宝贵的答案 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患难 要表明我们是上帝的庸人 保罗所面对的挑战 有患难有穷乏 困苦鞭打 奸进扰乱 但保罗选择什么 保罗选择忍耐 勤劳警醒不识 连结知识恒人 恩慈 而背后有圣灵的感化 有神的大能 有仁义的兵器 是的 我们所遭遇的挑战 要锻炼我们的神明 向耶稣经历圣灵更大的爱与恩典 表跟礼是不一样的 表面上荣耀羞辱恶命美名 似乎诱惑人 却是诚实的 似乎不为人所知 但有一天 上帝要在众人面前表扬 那属他的子民 似乎要死 要受罚 我们却是活着 不丧命的 似乎忧愁 贫穷 一无所有 但是我们却建议到 上帝给我们的喜乐 并且像耶稣一样 是许多人富足 样样都有的恩典 表面 跟随耶稣有很多的挑战 但是真实的情况 是我们要得着 上帝而来的喜乐 供应 挑战不单在外面 挑战很多时候 是我们所爱的人 保罗爱教会 但教会却心脏狭窄 拒绝保罗 让保罗很伤心 但是保罗是 教会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 口张开 心宽容 你看到了吗 保罗面对 他所爱的人 给他伤害 他去坚持 继续爱 继续付出 这是何等美好的生命 为什么会有挑战 因为上帝的灵 要充满我们 让我们更像他 并且我们得到 属上帝的 不是世界的喜乐 丰富与真爱 我们来祷告 呼救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看到 今天所遇到的挑战 有一个更高的目的 要我们体会神 体会神的性情 体会神的称赞 体会神的爱 谢谢主 祷告 奉主的名 阿们